鏡頭前露出笑容 稻妻二刀流球星大谷祥品打破沉默 將在美國時間25號公開說清楚 他的翻譯水源一瓶非法遷堵事件 我覺得是不錯 我覺得是正確的事情 我很幸運他會說話 說話他知道 把整個事情的想法 我覺得會讓我們更清楚 稻妻總教頭也贊同 因為自水源涉堵案爆發後 舊律師聲明稱大谷是受害者 美妹也喊話要大谷 儘快出面事宜 其中最大疑點水源自稱 認識非法賭博莊家鮑伊爾後 開始一連串賭注 前後八到九次匯款 甚至還用大谷電腦轉帳 一點越來越多 日媒更找上大谷妻子田中的祖父 他忍不住譴責說自己很擔心 但家人要他別多談 美媒也捕捉到大谷返回洛杉磯訓練 露出久違笑容 似乎心情不受影響 讓球迷都鬆了一口氣 三立新聞閻錫報導